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平与休战 这是在欧洲历史上发生的 跨度200年左右的 这么一场 绅士浩大的和平运动 我们生活在这种 欧美国家会发现那些 环保疯子们和反战的傻白田们 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街头表演 但是如果你要从基督教传统的角度 来看待环保和反战 则会有另外一种感受 讲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你在欧洲现在遍布是黑森林 它肯定不是当代那些 环保疯子们的贡献 而是基督教信仰要强调 你不能破坏上帝所创造的万事万物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后果 显然这是和当代的那些 无理性的环保骗局 是有本质不同的 而这种反战 或者说涉及到和平与休战 则更有意思了 因为实际明确的教导人们 不可流无辜人的血 基督教也一直教导人们不可复仇 这就使得受真理之光所启迪的那些人 在人类野蛮的早期历史上 就明白了约束暴力的这样的意义 所以也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话题 在为什么在他们的历史当中 有两百年的时间 居然有一场绅士浩大的反战运动 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 教会 国王 贵族 平民 我在我的这个视频当中 反复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人是坏的 但是并不意味着人是相同的坏 社会是我们欲望所产生的 但并非每个社会都一样的物与横流 政府是罪恶的 但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政府犯下的罪行都是一样的 譬如美国政府在历史上也犯下无数罪行 可是比起中国政府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人们应该清晰的认识到 美国政府是一个最不坏的政府 那么 那些能够真正约束广泛的暴力 和欺诈的社会与国民 它往往是因为受到了真理的启示 反之离弃真理的族群 则长久的生活在黑暗之中 谎言与暴力是人的罪行的直接的反应 战争几乎就是人类历史的常态 它是一个有恒的主题 但是呢 你很少能够见到那些没有被真理所启迪的族群 能搞成修战和平协议等等这类事情 经历过二次大战暗无天日的历史 基督教所主导的主流事件 就搞出各种机制来约束战争的规模和它的可怕的后果 这其实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你了解它的传统 你了解中世纪的上帝和平日与上帝修战日 你就知道今天的这些 他们的这些和平的观念是怎么来的 没有太阳底下无形式 没有任何一种 一种东西是偶然的 上帝和平运动的起源呢 它来自于一场和平集会 通常呢 不是一场 就是很多场的和平集会 那时候的和平集会呢 通常是在露天场地举行的一种天主教的集会 就非常像这个美国的 后来的那个美国的大觉醒运动 在这些天主教的集会当中呢 僧女和神职人员 要小心翼翼的把他们教堂里面所收藏的那些 圣徒的遗物来进行游行 展示 而这个过程中呢 宗教的热情使得 那个时代的就是 人群爆发出和平和平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呼喊 在这个喊声之后呢 主教呢就确认和平法令 将他们的权杖指向天空 而当地的贵族和宗教当局随后就会 公开制定一些规范士兵行为的这样的一些法律 以致指在战斗中伤害非战斗人员 这之后呢 就是士兵们要公开的宣誓遵守法律 这种和平集会就像我刚才所讲是与1800年代的美国的大觉醒运动啊 禁酒运动啊等等都是有非常相似的内容 都是有宗教集会最后引发的一种 集体的这种这种忏悔 这种是吧 对对人的这种这种反思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东西 上帝的和平日最早是起源于这个加勒林王朝 加勒林王朝的查理曼帝国 它是建于这个公元800年 它的西半部分 也就是今天的大部分的法国地区 在那个年代呢 发生了政治动荡 饥荒 暴力和社会失序 包括为了争夺王位所持续发生的那些战争 为了缓解危机和人们的痛苦 当时的天主教会就发起了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上帝休战日运动 这场运动呢 就收到了法兰克成民的普遍的支持 到了公元989年 阿尔基坦公爵威廉四世 他召集了在夏浦会议 这个会议呢 在法国的夏浦修道院举行 天主教的这个神职人员呢 在这次会议之后就宣布了上帝的和平日 和平日赋予了那些无法自卫的非战斗人员 而且首先是农民和神职人员 他们要免受暴力的侵害 对于那些袭击教堂 抢劫农民和穷人 牧师神职人员呢 要判处逐出教会的绝法 今天看来把一个人开除出教会 那大概跟上当厕所也没什么太大区别 罚酒三杯嘛 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人被逐出教会 那是很糟糕的 那就意味着你不是主内的 你不再是兄弟 不再是兄弟 那我就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去对待你 对于那个相对来说冷兵器的野蛮时代 你没有办法用今天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类问题 与上帝的和平运动所相关的呢 当然就是上帝的修战 和平运动之后就是修战 这是联系在一起的 上帝的修战呢 就是通过限制战斗的发生实践 来扩展上帝的和平 1027年的 在吐鲁日宗教会议上 首次宣布了上帝修战的决议 正式限制贵族在一周之内 和在一年当中能够从事暴力的这个时间 除此以外你才可以从事暴力 规定的时间规定的情况下 不允许你从事暴力和战争 上帝修战日禁止当时的这些军事组织 或者军事集团在周日和节日 这种节日是指人们不必要工作的这些节日 进行战斗 当时的人们呢 同意在这一天不打仗 也不在法庭中打官司 上帝修战日确认了所有的教堂 以及场地僧女职员和动产与不动产 所有的妇女朝圣者商人及其仆从 甚至牛和马 以及在田间劳作的人们的永久的和平 在圣灵降临节四旬斋期间 到五旬节后的八天时间都需要和平 上帝修战日的这样的一种禁令呢 后来就逐渐扩展到一个星期当中的 某些固定的日子 比如星期四是纪念耶稣升天的 星期五受难日 星期六复活日 这些日子都不允许打仗 到了十二世纪中叶 上帝修战日规定的天数被延长到了一年当中 能够打仗的时间只剩下八十多天 这个上帝和平与修战活动 一直持续到十四军东征时期 我们举一个小例子 就是在神圣罗马帝国亨利四世 它是1085年的时候就颁布了一个上帝修战日的法令 这个法令当中是这样讲的 我直接给大家读非常有意思 我是用chat GPT翻过来的 未必是十分准确 尽管在我们的时代 圣教会因为不断遭受迫害和危险而备受折磨 我们尽力帮助它 在上帝的帮助下 尽管由于我们的罪恶无法是和平持久 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豁免某些日子 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安全 公元1085年第八个宪法令 借助上帝的调节教士和人民的一致同意 从我们主降临的第一天到主显节的最后一天 以及从七旬期开始到五旬节的第八天 并且贯穿这个一整天 以及每个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 直到星期一日日出之前 以及四季净时日和使徒的前夜和当天 此外对于将来规定和庆祝 净时与庆祝的每一天都应当遵守和平法令 这项和平法令 其目的是让旅行者和留守者 能够享受最大的安全 以便没有犯下谋杀纵火抢劫和袭击的行为 没有人用鞭子剑和任何武器伤害大人 并且不论因为什么原因 他们之间发生了争端 从我们的主降临节到主显节的第八天 以及七旬期和五旬节的第八天 他们都不得携带盾牌剑和长矛 或者事实上不得携带任何装甲负担 而我只摘录了两段 这一段是对上帝休战日的具体的要求 那我再读一段他的惩罚 他的惩罚是这样的 是非常严厉的 他说如果一个自由人或贵族违反了这个法令 也就是说如果他犯了谋杀罪 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违反了这个法令 他将被永远驱逐出境 不允许有任何赎金和朋友的干预 他的继承人可以节管他的全部财产 如果他持有分地 他的分地就应该贵这个分地的领主 如果在他被驱逐后发现 他的继承人给予了他任何援助或者是支持 被判定有罪 他的财产将被剥夺 归属于国王 但是如果他希望为自己辩护 他必须有12个同样的贵族和自由人一起宣誓 这个12个贵族和自由人 其实就是最早的那个陪审团制度 我们今天的陪审团制度 大家知道怎么来的 其实早期就是这样 任何一个贵族犯罪 必须要有他的同样地位的人 来为他作证 上帝的和平与休战运动 在那个冷兵器的野蛮时代 他出现了人间的奇迹 比如在法国公元1042年 实现了全面和和平 与停止敌对的情况 并持续了七年 而在英国和意大利 1042年接受了上帝的和平与休战日 并在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会议 和1179年的第三次拉特兰会议当中 进一步得到确认 1258年的1月 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布了第一份保存至今的 禁止在法国无限期进行战争的 就是禁止无限期进行战争的这么一个法令 禁止战争纵火机扰乱马车和马或离座 跟座的农民 违反这一禁令 将由国王的官员和选举的普瓦杰圣母主教 视为和平的破坏者进行惩罚 1399年 意大利的比安起义宗教运动 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穿越全国 祈祷和平 使得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带来了至少几个月的和平 在那个世界全世界任何一个人类当中 这个战争是非常平凡的 几个月的和平是都是不可得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4年的12月24日 西线战壕当中的英国和德国士兵开始唱圣诞颂歌 并停止互相的残杀至少一天 但是奇迹发生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是停战一天 而是停战两个星期 休战期间的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 敌对双方一起踢足球 交换礼物甚至一起做晚饭 1917年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议会说 美国只为和平而战 不为侵略 不为掠夺 不为复仇 不为毁灭 只要任何一方放下武器 就应该立即停战 只要对方一天下武器 就立即停战 以色亚书说 要将刀打成篱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这段话呢 被刻在就是联合国 那个大厦的马路对面 有一个雕塑 雕塑就叫筑建维梨 筑建维梨雕塑 旁边的那个墙上 就是刻的 以色列的这段经文 和平是甜美的 战争是残酷的 但是人为何要热爱战争呢 先知哈巴谷 就问上帝为何允许 巴比伦野蛮的加勒底人 去骚扰犹大和其他部族 而上帝给他的回答是 加勒底人将上帝的审判 加到这些部族的头上 对罪人的惩罚 通过罪人来实施 这就是战争的秘密 这就是战争的真相 也是堕落的人类的 一个必然的历史逻辑 战争虽然是常态 和平却是一种可能 对于那些接受真理 接受光明的人 片刻的和平与休战 也是一种对生命和对真理 无条件的顺服 对战争的悔罪 就是为你我这样的罪恶的人 去毁罪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